趁着开斋佳节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 视讯西蒙战友传递祝福 林冠英在致电公正党主席拿出斯里安华时 和韩华互相勉励 希望大家对抗新冠肺炎的同时 也对抗背叛和罪恶 而前首相兼土团党主席多玛哈迪 在接到林冠英的来电祝福时则是透露 自己都是待在家等候孩子分阶段来探望 而成信党主席莫哈默杀布 作为林冠英的挚友 两人更是聊起往事 一起去看看西蒙领袖视讯传递祝福的情况 在新常态下的开斋佳节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 昨晚在脸书发布一则 自己和一众西蒙领袖 及前首相敦马哈迪的视讯短片 林冠英最先联系的领袖是 公正党主席拿出斯里安华 除了向安华夫妇传递祝福 林冠英和安华也互相勉励 林冠英接着致电 敦马哈迪传递祝福 敦马除了表达感谢 也透露自己在开斋佳节都一直待在家 至于和林冠英从老狱之友 变成政党盟友的 陈信党主席莫康莫沙布 两人除了聊起往事 莫沙布也不忘开玩笑 要邀约领冠英一起去喝茶 林冠英和莫沙布 曾经在敦马哈迪担任首相初期 因为茅草行动双双入狱 两人交情深厚 至于公正党总秘书 拿多斯里塞夫丁和沙巴明星党主席 拿多斯里沙菲亦 同样也收到林冠英的来电 互相传递嘉节祝福 视频的尾声 林冠英也祝福全国子民开斋节快乐 也希望我国能成功战胜 新冠肺炎疫情 齐心对抗罪恶 NTV7综合报道